在庆祝布里斯班节,澳大利亚军方派军机进行飞行特技表演,不少网友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当日的画面,但这场表演没让人觉得惊喜,反倒成了惊吓。 从此次特技表演的视频画面中可见,这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C17运输机飞至布里斯班市区的高楼间,由于与建筑物距离只有几米远,才突然转向,让很多在高楼里的办公人员都惊恐万分,还以为911事件重现了。 这场特技表演也被网友抨击到,既愚蠢又危险。拍摄视频的网友甚至不禁大喊,这是在开玩笑吗? 还有很多网友认为,他们并没有被表演逗乐,飞行员太过分,险些就酿成另一场911事件。 也有网友说,这画面让人感到害怕,飞行员的行为太疯狂了。 C17环球霸王三运输机是美国卖道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生产的战略军用运输机,是同时具备战略战术空运能力于一身的短长起降军用运输机。 适应于快速将部队部署到主要军事基地,或者直接运送到前方基地的战略运输,必要时该飞机也可胜任战术运输和空投任务。 除美国空军装备了C17外,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印度和北约重型空运联队也有列装。 截至2018年1月,澳大利亚购入的8架C17已全部服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